Gilford Manor 你们肯定很好奇 我们现在在哪里 其实我们现在在Gilford Manor 的二楼 那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当事人是怎么 同学你好 为什么你一个人坐在这里 做很几惨的样子 你在干什么呢 首先我没有被锁门外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怎么样 把门锁撬开 为什么要做这么结实的问题 你没有钥匙呢 因为万一你没有带钥匙呢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首先需要撬门锁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车 首先你需要一把水果刀 这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某种钳子吧 首先就是钳子 你把它合上之后 然后是要水果刀把它来撬开 然后呢 然后这个呢 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钥匙好高级啊 对 撬锁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怼在下面 然后这样等你都锁开了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把那个盘子给张开 说的好有道理 这个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真的好厉害 技术好高超 你看这弯弯曲曲 完全不一样的褶皱 就是用来 嗯 就是模拟钥匙的形状 你把你的钥匙上张 你看这是钥匙 哦哦哦哦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这个也长这个样 哇真的好像有没有 哇好高级啊 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来我们试一下 哦行好我们还是来试 哦你为什么看着这么沮丧呢 嗯 我觉得刚刚首先 有这个形状不太对 嗯嗯 因为它像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我怼进去的时候 我感觉不到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感到啊 感觉不到啊 就感觉不到啊 怎么办 因为我一点都没有阻力 就不下去就出来了 等一下我还又感觉到了什么 哦你感觉到了 但是但是你看看视频里面 就怼了好几次才怼开了 对对对对 我就怼不到什么东西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的锁是房大 所以这个个房 我觉得不可能啊 我也觉得不可能 一定是我们技术的地方 嗯 诶同学啊同学 你刚刚的翘锁成功了吗 嗯 好像失败 你为什么失败了呢 嗯 首先吧 我尝试了一下 虽然是有感觉的 嗯 但是呢 后来问了一下我们的邻居 然后我们的锁呢 应该是房道锁 哦 房道锁 这场的锁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说它的锁是这样的话 也就是翘不开 哦 哦 是失败的 但我听说还有一种方法 它就是卡了 撞开 那么你有没有尝试这种方法 这个吗 哦 你原来已经尝试了呀 对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尝试 就是大家如果说不知道的话 就是卡 哦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门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嗯 嗯 如果说你从门外怼一张卡进来的话 嗯 就是你是可以把它怼开 就是这样的 嗯 那为什么我们的怼不开呢 嗯 好吧 就是我们的锁呢 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房道的 嗯 嗯 所以说现在锁都做得很高端啊 又想翘锁还是不太容易的 哦 那你觉得我们通过这个故事 学到了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 好好马蛋马 对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 好好马蛋马 对 感谢观看